这男人不顺的原因呢 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女人呢 你别去跟男人争 你争赢了 他就输掉了在外面打拼的气势 第二女人呢 也不要总挑男人的毛病 越挑他的心就越凉了 第三好男人呢 不是女人管出来的 女人越强势 这个男人基本上就废了 男人的狼性也会被磨灭 第四女人是一个家庭的风水 你要温柔似水 体贴入微 用寻寻善幼的方式啊 与其沟通 男人呢 最是这一套了 第五女人这样做的话 男人在人前交往时啊 底气足 事业必将节节攀升 你们说 我想的对不对啊